它最主打的就是它軟料博款 从我们的背心bra top到毛衣 通通帽T都可以搭在里面 我们不讲尺寸怎么样可以穿 因为很多孕妈咪告诉我们 它买了很多件 所以我只下了一个条件 臀围37腰围30的粉丝 你通通可以驾驭 它是咖啡色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秋冬色 如果你要搭一些外套啊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用哦 双口袋跟蝴蝶结 就是最修饰我们的肚子了 其实它这个纸是有一点灰紫色 有一点冷色调那种灰紫色 它不会太过浪漫 所以一样是可以让你们非常好搭的 而且这个灰紫色我发现 它其实远看 真的会以为它就是灰色 但是你近看又会发现 哇其实它有点小小的浪漫的那种紫色 它做有一点灰色调的 所以你们真的不要怕难搭 对你搭粉嫩色系 你搭白色你搭黑色 它都是可以的 所以不要担心 这个颜色你看完全现白 这个完全不挑肤 前叉真的是超级加分 因为如果花包掉外裙没有差位的话 过于可爱 但是我们可以穿的时髦 又可以穿的有质感 又可以穿的休闲 黑色一样就是软料斜纹布 所以春夏秋冬都可以穿 再来外绑带 那整个呢小腹啊肉肉 全部被这件收起来了 好更不要说黑色绝对瘦 这一次啊我一样帮大家选的是 这种比较有点微草绿的 所以呢穿起来搭配衣服 像你整个人变得很白 而且呢最厉害的就是它的斜纹布是软料的 前面的叉我觉得超级修饰我们的腿型的 妞儿身高只有161公分 可是我每次绑上这件花包裙 就非常非常的腿长 过来看到一个可爱的虎波扣 肩带是可以调整的 那有两个动具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里 所以呢它有两个长短可以调整 它的肩带不容易一直掉下来掉下来 有一些粉丝肩膀比较小 就是它穿一穿就会这样掉下掉下 是卡吉色 我觉得卡吉色也很厉害 因为不论是春夏秋冬 卡吉色都很实穿 这件裙子我觉得厉害的卖点在 它可以让每一个人 不论你是什么样身型 或是什么样身高的女生 整个比例就非常的棒 一样卡吉色 所有的颜色都没有内着的问题 它都不会透 喜欢粉不喜欢粉的女生 都会买这个粉红色 是因为它是有点灰粉 它不恶心 不三八 好很耐看的粉红色 而且它不太分季节性 米色它是四色里面最基本的 如果你都没有什么想法 然后你也不太敢穿什么有颜色的裙子 或者是呢 你想要搭更多颜色的衣服的粉丝 你们可以带米色 米色是无极限 但相对的 它的布料色就无聊了一点 它就是简单的米色 来 深色就是深蓝 浅色就是浅蓝 但是它的浅蓝我觉得是中蓝 我觉得非常的亮眼跟好看 浅深的其实我觉得它也没有到很浅 这颜色我觉得它非常漂亮 就是很刚好 因为有时候浅蓝如果太浅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些季节性的问题 这个颜色其实它也没有说 就是上面有特殊的刷色或什么 一点点水洗感而已 我觉得很漂亮 深蓝色和浅蓝色 其实我觉得整个感觉不一样 都很好看 那以纤细指数来说 我觉得是一模一样 就是纯粹看你喜欢很深的蓝 还是浅蓝色 谢谢大家